采犬沿着味道熟门熟路进入医院 但这里有确诊足迹 除了人要担心染疫 那宠物会不会也有风险 不会啦 不会啦 自己是宠物 总是生病也觉得太生病了 至于动物的部分 目前并没有列入我们采检的范围 台湾宠物还没列入采检范围 波桃园最新疫调27处足迹 就有确诊者来到三明路的元气动物医院 如果动物没当筛检对象 会不会因为人和动物可能也有传播途径 而成为破口 因为像是在香港 就有宠物店员工确诊感染Delta病毒后 店内的仓鼠也验出病毒 对此香港政府就宣布 全港有卖仓鼠的宠物店都得停业 并决定人道处理约2000只 包括仓鼠和兔子等小动物 就是有足迹不等于 就全部都要做匡列跟裁剪 然后我想我们每一个案子 都会有疫调人员去做详细的了解 来厘清说哪些是属于 需要匡列的密切接触者 哪些不是 足迹除了宠物医院 另外还有爱妈咪托婴中心 麦当劳多间超商银行 高铁桃原建理站 桃原地院等等 确诊者不断增加 每天也都公布各式各样场所足迹 像是卖场医院银行 不用脱口罩的地方相对安全 但是餐厅就容易在室内脱口罩饮食 虽然足迹重叠 没一定要PCR 但还是呼吁民众主动裁剪 避免留意身体状况 TVBS新闻林志伟 廖宗庆 吴轩彤 例如台北桃原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注意 转 Ve Hans 1 1 уем 感谢观看